今天娛樂無窮請來的嘉賓 就是青春英俊 孫耀偉 Eric 歡迎你 Hello 大家好 我知道你今年有四個嬰兒出生 不用擔心是你 四包胎 這首國語大碟就是你其中一個嬰兒 其實有多久沒有出過國語 國語唱片應該是兩年前 過去這幾年都是一張國語一張廣東 去年2012就出了廣東碟 今年2013就是這張國語唱片 很漂亮 忍不住她摸一下 你可以打開它來看 我想問一下其實愛其實這張碟的概念是什麼 其實我在去年構思這張唱片怎麼做的時候 其實是 我看回我過去這幾年 其實我自己有很多我自己創作 我發現原來我自己創作 很大部分都是一些很有message的歌 就算我想寫一首情歌 到最後都會有一個信息想寫給大家 我去年做這張唱片的時候 我就在想 我想做一張完全不那麼雪教的 想是做一張真的澄澄澄到底的一張唱片 就算是一種愛情的一種狀態 我都不會寫一些什麼的出路或者解決方法 完全是一種狀態裡面的很深入的描寫 就是談戀愛的那種感覺 其實有很多的 可以說 初戀的那種感覺 可以是有兩個人的曖昧 到在一起的甜蜜 或者到吵架的無奈 分手的痛 甚至複合之後的珍惜 其實很多這些種種在愛情上面的一些狀態都有 所以我因為 其實我決定去做一張愛情的唱片 我才決定去台灣拍偶像劇 《女王的誕生》 我是希望 我是因為這樣才去接這部戲 我是想令到我自己可以浸淫在 因為台灣偶像劇全部都是愛情的 我想自己浸淫在一個全愛情的情況之下 然後去找靈感去思考裡面的主題 以及能夠自己可以很深入的感情去唱每一首歌 因為當我每一次拍戲的時候 其實我看到文字 即是看到劇本 我看到歌詞 我都好像看到另一份劇本 只不過是很短的劇本 我會跟著歌詞 我就很快地入戲 歌詞的投入 對文字的投入 是平時 就這樣唱的時候 是不會那麼深入的了 整個大碟有沒有參與製作 其實這次我是整張唱片的製作人 這次反而是故意在曲詞上面 我是完全很少很少參與 其實我跟自己說 我沒有必要的話就不要參與 因為我做了好幾張 參與全創作的大碟之後 這次很想跟一些我想合作的一些曲詞篇 的一些厲害的大師級人物去合作 除了可以跟他們困一下有些火花之外 其實可以從中偷一下詩 所以這次是只有兩首詞 我自己填了 因為那兩首詞 我不知道怎樣表達想填些什麼 所以最後我就自己填出來 其餘的作品基本上我這次是放了出去 我就是跟歌詞的統籌那個人 然後很多的愛情上面的一些點點滴滴 或者一些狀態 那你就幫我去發揮 變成一首歌詞 所以這次的方式是用一個這樣的 放給別人去做 反而我是用一個監製 就是填完回來 其實最難的是填完回來 然後怎樣去叫人再改 有很多歌詞是填了五六版才收貨的 那全部都是大師級人馬的 怎樣去ban他們呢 其實這個是最難的 因為我是有歌詞結緝的 他們說我 除了押韻之外 除了裡面的內容要是對之外 還要連國語的音調的上上落落 都要跟melody上上落 就是我要求他去到這麼高 完美的 是呀我是有一點點 不是的 都是剛剛的 一個artist就是想追求一個完美的音樂 因為唱出來其實是有差別的 對於歌手來講 所以很感謝他們陪我一起瘋 可以令到我把很多裡面的歌曲 譬如90分做到 甚至93、94、95分 其實這個追求是 大家出來到最後是覺得 真的好聽一點 我聽完你這樣說之後 我就覺得這個大碟是充滿著 很sweet的感覺 大家如果想和Eric談戀愛 就記得買他這隻愛其實的大碟 好 多謝你Eric 謝謝 謝謝